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4点20要到达化妆间 终于到达这个集合酒店了 我淋的雨跟我淋的有点多费 就是下车呢一会儿 哎呀有点困 还明天都没有 没有聊 今天聊的话题呢可能有点沉重 毕业后你的同学都比你混得好 是种什么体验 我毕业快两年了 今年才来了横店做特约演员 在这条视频里出现的剧组里工作的第三天 无疑发现组里男二号是我同校一二级师哥 师哥人很和善 和我说真不容易咱们学校毕业的 还能干这一行还能偶遇 我说是啊 据我所知 我们班四十多号人毕业了 好像也只有零星几个还在坚持做演员了 其中混得最好的是我大学时期相爱相杀的姐妹 人家已经是我同龄偶像称浩米网剧的女一号了 然而我还在各个剧组里跑龙套打酱油 说到这儿我那个女一号姐妹这两天主演的新戏上了 叫《西游之双胜战神》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支持一波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刚刚去上了厕所 就是后面这个厕所车上闹了吗 然后你公司的门 每开一个门就跟开个盲盒一样 然后推开一个门 好终于在地儿 别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上厕所就不能冲着厕所了 但是我在做个门路上厕 真的 看到那个厂子 不能回想了 不能回想了 最后我只能在四个网坑里面 烧了一个不那么 场面 不那么血型 不那么可怕的 其实都差不多 上了 我好难 看他了 为了没想到最后一天主理 直接连厕所车都没了 所以被迫在油外 上了一次厕所的我 一天都没在 再喝一口水 我虽然是个牛仔 在酒吧吃点牛奶 为什么不喝啤酒 因为啤酒伤身体 搞错了 再来 哇 啊 啊 啊 会骑马可太坏了吧 拼动好想去学一下 为什么我嫉妒所有姐妹的 还要给她打广告呢 前两天这会儿 还在我跑龙套的时候 发她最新的Q照给我 都知我这两天再给人当替身 自己努力演了半天 最后一个脸的镜头都没有 叫我要开拍 一边问我那是什么体验 然后又跟我说 女一号有好多烦恼呢 那正是满嘴高级凡尔赛呀 我刚刚的镜头还好 正是在一堆岁石子的小路上 一路空纯凡尾不击大了 正是我跑的 实话如果不知道这里 能不能跑得过那个大马马的时候 还是有点可怕 有点 是因为那个马行 威武 还好啊 还过了 然后那石子冬下的夜景 但紧接着我这个姐们又担心 总理会不会因为我是龙套 有人欺负 说等他马上来横店给我探班 请我全组喝饮料给我撑排面 唉 真是相爱相杀 让人又想弄死他这个老法尔赛 又弄不死 喝大学时候天天吵架 还总得在一起吃饭逛街一个样 崩溃 但是和你们分享我的这个经历 可不是为了让你们评论区说我好可怜啥的 我常觉得若未用肉身磕碰过命运 若未用灵魂质问过人生 做不了一流演员 纽约时间比加州早三个小时 但加州并没有变慢 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 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 有人25岁就当上了CEO 却在50岁去世 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CEO 然后活到90岁 有些人依然单身 同时也有人已婚 世界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身边有些人看似在你前面 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有自己的不成 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 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你也一样 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 你没有领先 一切都准时 在命运为你安排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 朋友们 我今天终于穿梦回来了 今天早上是凌晨3点45起的床 然后4点钟起的门 4点20到达及格的酒店 现在是红电时间来到7点54 四舍五路也就是 四舍五路也就是 也不要当我今天 四舍五路也就是 8点多 然后 现在再回家 我感觉西安 那个东西沙青了 祝他们沙青不快乐 要帮他拿去 就不告诉你们游戏了 他也看不到我那里 然后都是背影 然后就不给人家麻烦了 来来个拜 回家吃饭了 吐槽一下 夏天有夏天 河饭